是的,但我看到現在開市差不多就兌換了 網易就跌4% 還有BillyBilly的跌幅都有接近8%的跌幅 昨天追入了的投資者,你覺得可以等待還是怎樣處理呢? 昨天追入了,如果你在開市那段還不是最高位追 可能你暫時都不是輸太多 但如果你說高位追,然後到今天又這樣跌下來 你就沒辦法的,你都可能再要等一等 但正如剛剛的分析都說,我自己看 遊戲股,接下來的政策風險就不是完全消除了 所以即使接下來它有機會反彈也好 但我覺得就不要說駁得太盡